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很喜欢讨论政治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也蛮好的 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样子的 我就觉得在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社会 大家一直去讨论政治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在节目上的大家一定都知道我的政治立场 所以我大概会做怎么样选择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所以我不用多讲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就是 每一次大家都一定会问我这件事情 一定要跟我执求对决 但当然你敢问我就敢答 我一定也是跟你执求对决 只是说很有趣 大家一定都会问这件事情 不管到哪一间学校 一定都会问这件事情 进到台中教育大学 别人也问 到东吴大学别人也问 到文化大学 还是一样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棒 我希望听这节目的大家 如果你有邀请我去你的学校 我会希望大家就是这么执求对决 敢问我就敢答 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敢问我就敢答 我的QA是没有底线的 你只要敢问我就敢跟你执求对决 我比较怕大家不问这样子 然后当然最近去公事主持一集节目 那集节目叫做政治不正确 那集节目的来宾有邓慧文 唐启阳 邱威杰 黄豪平 蔡萌汉 跟杨桂志 那其中有两位是发白的好朋友 那我们那集就要讨论政治不正确 其实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主持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Podcast主持 跟在节目上主持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 在Podcast上主持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要专注在 这个麦克风上面 你跟你眼前这个人 你要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他可能会怎么样回答 你要在这个声音的状态之下 把话题延续下去 可是我觉得在节目上主持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那天主持政治不正确的时候 其实是下午开始录的 但其实我早上很早就到了 因为我们早上彩排一次 然后下午再彩排一次 然后我们才进入到正式的录音 那我觉得其实主持这件事情 他有的时候是 没有办法靠彩排 因为你应该这样讲 你就算今天是彩排 你可能大家也知道说 在彩排的状况底下 今天的schedule大概长什么样子 SOP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今天经历大概要经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可能有这套程序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当来宾真的来的时候 他们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 跟实际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跟时间要去怎么样调整 答案都是不一定 所以那都是很吃当下的临时的反应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那天入政治不正确的时候 因为六个来宾都是 有上镜头经验的人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会讲 那跟平常我主持公式主题之夜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在主持公式主题之夜 之前的状况 很多的来宾可能是一般的素人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上镜头的经验 可能没有这么的多 他可能并不像邱威杰 他们一样这么会表演 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 让他们可以有发言的空间 你也想办法要创造出气氛 让他们发言 但我在那天主持的时候 这六位来宾 其实都非常非常会讲 唐启昂很会讲 邓慧伟很会讲 那黄浩平还会讲 邱慧杰很会讲 更不用讲 蔡孟汉跟杨贵之 这伙伴 当然你知道他们都很会讲 所以主持起来的那个状况 我觉得比较 跟平常有点差别 就是平常我必须要怎么去创造气氛 让大家一直融入进来 让大家可以愿意讲话 可是呢 在录这一集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需要我做这件事情 他们都超级会讲 超级会表演 互相迪 是互相向来向去 超棒的 但是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怎么去反应这件事情 就是好比说 在节目里面的时候 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当他们讲完的时候 我必须要跟 线上的观众互动 因为那场是直播的 所以线上的朋友 在YouTube上的留言 他会打在 现场的摄影棚 有个360度的 这个摄影棚上面 那我就必须要 现场及时去抓 有哪几个留言 我们现场可以回应 或创造出大家 可以聊天的话题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个状况就是 超级多人给我留言 都留什么 喜欢呱吉 喜欢邓慧文 就是这种留言 没有办法创造出什么话题 那你当下该怎么办 那在直播的状况底下 分秒必争 你要怎么样去 把适当的留言 抓出来 然后来跟大家讨论 但我觉得这真的很困难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必须很吃反应 就是你必须第一 我们要cue到就是 线上观众留言的环节的时候 你只有短短时间 你要去快速的去找到一个对的留言 但有时候找不到的话 你就必须要自言自语去创造出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好比说大家说喜欢呱吉 喜欢谁谁 喜欢谁的时候 我就说干 这些观众到底有没有好好留言 都讲一些我没有办法讨论的事情 就必须要有这种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困难的 然后再加上那一集的状况 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的左耳有带一个耳麦 就是要听中控市回答 因为大家投完票之后 必须要有一个统计的环节 那他统计的过程当中 不可能一秒就好 所以我必须要等中控市告诉我说 统计完毕 然后我才能说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数据是什么 那在看这个之前 中控市还没有说可以看的时候 我当然不能cue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必须要跟大家 好好来做互动 所以我就主持他困难的地方是说 他的问题千变的万化 所以你要怎么hold这件事情 你要让节目怎么样子的精彩 让话题延续的下去 让大家又可以有充分表演的空间 让话题可以交锋 更重要的事情是 不管是留言 或者是中控市的指令 你都必须要catch到 然后并且要顺利的 把这整个节目走完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其实来讲 是一个蛮新跟蛮大的挑战的 有一集公司主题之夜 是在三重 然后我们在打电动的地方 因为那一集是要讲说 电竞是电动嘛 那一集来宾是卢彦勋 跟陈柏伟 那一集其实就有很大的压力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视角投射 就是你知道我念到现场之后 因为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很早到 那坦白讲 认真跟大家讲 在电视节目上 我并不是一个经验 多丰富的主持人 我的主持经验 就顶多就是podcast 对 或是现场活动 但现场活动 我也不是多专业的主持人 我大部分的角色 都比较像是担任来宾的 所以到那个现场之后 我就先数一下工作人员 我就开始抖了 你知道吗 因为工作人员全部是黑色衣服 我数一数 哇快30个 快30个工作人员 那一天就是等我发号施令 那我什么咖啊 就是我要怎么去发号施令啊 所以我其实当下非常非常紧张 然后那些来宾 大概也30个人 就是主任薰家 陈柏惟 还有其他的参与的公民 加起来就是快60个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若一三点一定要结束 一定要结束 所以那个12点开始 录录到三点 那个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录那个节目的时候 他压力大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 跟观众分享的 就是那个大有时候 跟大家想象的地方不太一样 是你的表演对象到底是谁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其实我坦白讲 我蛮不喜欢演讲的时候 有人直播 因为我会觉得演讲是演讲 直播是直播 它是两个不同的表演的模式 在做演讲的时候 你要顾的事情 是台下观众的反应 所以台下的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人 他可能会累 他可能会疲乏 所以你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顾虑到他的累跟他的疲乏 怎么样让他愿意听得下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线上人不一样 线上的人他是随时可以走的 可是现场人他是比较不会随时可以走 因为他来了 他就会原则上九成九人会听完 所以跟线上人演讲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互动 怎么样留住中途进来的人 这个是一个模式 所以好比说你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 你可能没几分钟你就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样子的一个主题 把大家hold进来 把大家留进来 然后稍微讲一些punch like跟大家讲说 随时要有一些高潮的地方可以留住大家 所以我会觉得你直播加演讲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式 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表演 那回到我刚才讲主题之夜 在主持公司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是 因为现场其实有30个人 那30个人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现场的演讲活动 你必须要hold住这30个人情绪 而且更何况你并不是一个 你是主持人 你并不是主讲人 所以他们并不是来演听的 他是来参与这个活动 是来玩的 所以你怎么样让这30个人 在现场气氛是好的 这个是第一个必须要hold到的事情 第二个是 这个东西它最终是做成节目 它是要摆在公式上 跟摆在YouTube上的 所以节目的效果跟现场的效果 你要怎么去拿捏一个平衡 因为我记得我就有看到观众说 他觉得我在现场主持 他就留言说他觉得很吵 这件事情我先讲 它没有影响到我心情 因为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是 那个吵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是因为那个吵是 必须要面对现场的人 身为一个主持人 你自己要先嗨 大家才会嗨 像那一场主持的时候 就是有打电动的环节 那我就不是一个会打电动的人 所以我身为主持人 我在玩电动的时候 我超级安静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如果超级安静的话 你整个气氛就掉了 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必须要边打电动的时候 我一定要脑中去想说 我要怎么来 炒热气氛 好比说我要说对方很强 我要说自己很烂 等等之类的都好 现场你就是要讲出一些话 让大家知道 你怎么去hold现场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让现场的人笑 所以变成是 那个氛围是比较嗨的 它是必须要比较亢奋的 是因为那具有故 现场气氛的一个重要性跟必要性 可是如果摆在节目上的时候 好像就可能有一点太嗨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状况 在同一个空间下 你必须要同时满足 这两种不同的TA的时候 跟两种不同表演的模式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要怎么去拿捏 那一场我觉得 我自己已经拿捏得很好了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很棒 我觉得我自己那一场 真的做得很棒 对啊 尤其是我今天那时候三点要结束 那我是一个很在乎时间的人 所以我就在很严谨的空时 那我只记得我最后 说谢谢大家结束的时候 是 两点五十九分 只差一分钟 就三点 那我就觉得 那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结束这件事情 我完成这件事情 我准时结束这件事情 我觉得准时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啦 或者是说我主持节目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可能对很多工作人员来讲 他今天 就是把这个东西结束 你拖到 你拖一分钟 就是拖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那 我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就准时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那场 真的做到了 所以其实 呃 公司主题之夜到现在 我主持了四场 好 那我讨论的公民不盲从 电竞是否是一个运动 战争来的该怎么办 以及政治不正确 我自己觉得公司主题之夜 的节目是一个 很棒的节目 它 让很多人有机会 去接触到这个社会上 很多边边角角的议题 你可能知道 你可能看过 但你可能不曾好好想过 那个人领域的人 是怎么想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 大家去看 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 公司会被大家 误会的地方 像去年有一集凯利主持的 那是讨论抖音 那集我是主角公民 就是主角公民意思就是 他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他会先来访问我 然后可能跟我拍我的影片 然后那集抖音就是 对我也在划抖音 原因是因为我必须要去了解 社群上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导致我们后来 发白开始做短影片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那一集在讨论抖音的事情 那他们请了两个来宾 是国中生 那他们就跟大家分享 他们怎么看待抖音这件事情 就在网路上 大家就说那集是公司 帮抖音洗白 但我就觉得 我就在社群这个世界的时候 很常就是会这个样子 就是大家都只看到标题 大家都只看到最表面的东西 你根本没有把那个东西的 完整的脉络去看完 你就轻易的做出批评 就如同我演讲的时候 很常讲的 就是大家都骂 法官是恐龙法官 这对法官其实超级不公平的 因为你对一个案件的事实 是建立在一个 有偏见的媒体上写的事实 你根本没有去看 这个判决书最原始的事实 跟发生什么事情 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法 法官如何做判决 如何去筛选他的证据 跟他最后的量刑 怎么去做 你都没有看 你就觉得他是恐龙法官 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人生当中 一定有超多 你自己会做专业的事情 别人都说你就烂 你一定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像那一集 我就觉得很不能接受的事情 是大家都说那一集 公式帮抖音洗白 但你如果去看我发言 你就会知道 我对抖音是多么的焦虑跟危机 我从而到而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抖音上面 超多错误的消息 超多中国的消息 但我觉得超级可怕 所以法白开始拍短影片 就是我想要跟那些 不正确的资讯来做对抗 那个就是我在里面的论点 那有一个来宾 是一个政大传播系的老师 他其实也讲抖音 他觉得很危险的地方 那两个年轻人 他们当然没有说抖音多危险 可是他身为一个年轻人 他当然对他最亲近使用品牌 他一定也不会觉得他危险 我就不相信 大家以前使用无名小战的时候 大人都说无名小战多破碎 对脑袋不好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 无名小战很不好 一定也觉得他很棒 所以干嘛去用这样标准去看 那一集你仔细看完 你就会发现 大家是在讨论抖音 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 可是也带来什么样子的坏处 在跟大家平时的讨论 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都是有好有坏 一定你可以讲出100个好处 你也可以讲出100个坏处 但重点是我们怎么比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情 如果比一下来发现 他有60个好处 40个坏处 那他或许力大于弊 或者是就算他有60个好处 还有40个坏处 可是这40个坏处里面 有两个是触碰到我核心价值 所以我认为不能这样做 这个才是真正的意思的比较 所以不是说 有一个东西 讲了某一个东西 好 那个东西就帮他洗白 No 我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需要比较的 只是这个比是怎么比 要看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 你懂啊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对选择政治人物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 好好我稍微讲一下政治 就是每次大家都说 民进党贪污 国民党贪污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讲贪污 比较的时候 那就来比嘛 到底哪一个政党贪污最多 你要不要比这件事情 可是比这件事情 真的有意义吗 好 国民党100个贪污 民进党100个贪污 所以一样烂吗 就是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 每一个政党 一定都会有贪污的事件 这个是全世界都会 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不是认为贪污不重要 是 如果你今天认为有政党 有贪污 你就不要投的话 那台湾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你投得下去了 你只有投出了小党 那小党只是还没有贪污 因为它不够大 数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只要一个政党做大 任何团体做大 一定都会有犯错的人 这是很正常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要比是什么 你自己心中的核心价值 是什么吗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比说 如果有一个人心中核心价值 叫做 我支持同性婚姻 那国民党对安全是永远不可能选择的 因为国民党就是反对同性婚姻 最像是100 跟99 跟1000 它乘上0都是0 所以那个0就是 有没有触碰到你的核心价值 所以这个政党 它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触碰到你核心价值 这是要问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说 那个政党好像有贪污 那个政党好像有弊案 所以好烂 那这不是一个很好成熟的比较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那时候在东山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女同学 他就问赖清德说 他只觉得民进党最近怎样贪污腐败 什么之类的 赖清德问说 那是哪一个事件 其实坦白讲 我认真讲 我觉得赖清德回得非常之好 是在辩论比赛很常会碰到 对 就是你讲那么多 那所以是哪一件事情 你可不清楚的告诉我 你可不清楚的告诉我 对 我们来讨论嘛 这是一个讨论态度嘛 你因为 凡事不能靠感觉嘛 我觉得台湾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讨论社会议题 大家讨论政治的时候 你都是靠感觉嘛 你明明知道一个专业的议题 怎么可以靠感觉 你是一个维修方面的专家 修墙并修水管 可以靠感觉吗 你是个医生 你帮别人开道的时候 可以靠感觉吗 你是个律师 你在帮别人做案子 去做辩护的时候 可以靠感觉吗 不行 你一定要靠的是你的专业 所以为什么 我们明明在自己 每一个人专业感觉上 你都有专业的事情 你都知道怎么样 靠知识来证明你是专业 但为什么讨论政治 讨论议题的时候 你超级喜欢靠感觉 No 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的事情 我完全不赞投这样子 来讨论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态度 从这件事情 我想到之前去公司的时候 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坦白讲我就蛮sade 我觉得sade的地方是 我自己觉得 那一集就不是帮 抖音洗白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大家要 就大家真的要这样讲 我觉得 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 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觉得是不对的事情 好 这个大概是最近在做这些事情 蛮累的 今年其实真的蛮累的 就是讲了蛮多演讲 那其实我也觉得蛮开心的是 自己节目也可以自己跟大家指讲 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是说 因为很多地方你去演讲 别人就觉得你讲得不错 所以别人希望你来第二场 我觉得这很备受肯定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备受肯定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对我演讲这件事情 每次看到观众的QA 事后来合照 然后或者来讨论 然后跟事后的回馈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感激就是 我觉得我认真对待演讲这件事情 我有受到大家的肯定 我非常非常开心 那我只是觉得 哇真的太多演讲 太累了 可能我希望年底的时候 稍微少讲一点 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 稍微少讲一点 然后多一点沉淀的时间 让我可以吸收更多东西 我可以带来更精彩的演讲 因为一个演讲是输出 它必须要更多的输入 输入是需要时间的 你不需要花时间 去了解很多新的事情 去阅读 去沉淀 去放空 重新组织 你才可以讲出一个更好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就如果欢迎大家想要找演讲 非常欢迎记性到法白 但但但 可不可以明年 差不多三四月开始再找我去 我就让我先沉淀一下 我觉得我才可以带来 更棒的演讲 我可以带来更多的东西 这真的需要点时间的 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东西的话 我要跟大家讲 怎么样可以有更多的东西 怎么样可以更多更棒的事情 就是 好好地来看书这件事情 看书超级重要 看书无地重要 我当然我也算喜欢看书的人 但我觉得 就要花时间看书 那如果你今天想买书的话 怎么办 我要推荐大家一个好的地方 从11月13号 但播出的时候已经不止这个时间了 但到12月10号 12月10号 国际人权日子12月10号 在台北市中山区 林森北路107项 10号1楼 也就是法白的办公室 师弟的1楼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叫台卫书店 台卫书店 每天早上11点到晚上7点 我们摆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你可以来这边去买 台湾特有种贴纸 你可以去买钥匙圈 你可以买香氛钓卡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还有袜子 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有卖书 有卖非常非常多 关于台湾的书 我们整个书就是以台味 台湾的味道 作为一个出发 所以非常非常多台湾的书 我自己个人私心推荐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张义炫 跟黄丽群这个作家 那这两位作家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 尤其是张义炫 他的爱的不久时 我讨厌过的大人们 心意识时的书都有摆在这边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书 如果你是想谈恋爱的人 如果你是刚谈恋爱的人 如果你是刚分手的人 爱的不久时 张义炫的爱的不久时 我推荐你 推荐你去跟他一起去思考 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肉体关系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正如罗大佑在练曲1990 1980里面唱的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它永远是什么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 你仿佛享受过 但是你都能用文字诠释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但这些文学家会帮你诠释 所以师弟一楼台卫书店 法白卖的书 等你来看这些书 推荐张义炫爱的不久时 我希望过一个礼拜后 我到台卫书店的时候 爱的不久时全数消空 推荐大家这本书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 张义炫所有的书都非常非常好看 再讲一次张义炫所有的书 都非常非常好看 他有个本书叫感情百物 他就写了超级多 他的身旁的东西 然后写这本他对这个物品本身的记忆 是有哪一些东西 好比说他对他笨斗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怎么看来这件事情 好看 好看得不得了 我其实坦白讲 我很假白 我很喜欢看文学 那我为什么喜欢看文学 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我想要当一个假白的男生 我想要当一个文艺青年 所以我开始看文学 但看久了 你真的会发现 我真的蛮好看的 就真的蛮好看的 就是 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看一些知识的书的时候 你像是在学习 你在学习新知 你在学习新的认知 看你有没有新的知识跟新的资讯 可以应用在这个社会上 可以帮助你成长 但我觉得文学不一样 文学是享受 这个享受的过程当中 你会整个人陷进去 在陷进去过程当中 你会跟着作者一起去思考 很多很多生命当中 你感受到的议题 像陈雪 我们都是千疮百孔的恋人 那我这本书 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不论你一样 你是刚谈恋爱 不论你才是你刚分手 这本书也推荐大家 来去思考感情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 这种东西就是非常非常适合 用文字来传达那种感受 就是我觉得文学书 不是要去了解 不是要去知道 而是要去感受 很多事情是没有感受 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你一定要感受 你才会知道的 好 那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 这个稍微来回一下 其他的留言 希望大家 去台会书店 好 来我们先回这个 first story上的留言 有个叫被踩一下好痛 那这应该是台中教育大学 邀请我去的彩衣 非常谢谢你 就是当天演讲完之后 首先感谢你邀请我 我觉得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然后也很感谢你 我演讲完之后说 你可以来留言 你就正来留言了 好 那我来念一下你的留言 感谢彩衣 听完彩衣演讲后 跑来留言 真的要再说一次 彩衣的演讲 真的让大家受益良多 好 非常感谢 另外个人想问问的 彩衣会对一个人的外表 不论是穿着 还是发型贴标签吗 对于给别人的外观 贴标签的人 想法又是什么 约一年前 我曾经是一个平头 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想法 我想试试看 理成平头 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问 为什么你要踢成平头 很多的提问 几乎都是你失恋 你想不开 甚至最难听的 就是你这样很丑 但因此很好的事情 是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 甚至妈妈操刀 踢成平头 不得不说 踢成平头这一年当中 我依旧是那会在意 别人怎么看的人 但同时我觉得 我至少做过一件 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的事情 经过这些年年反思 自己也曾经是一个 会用外观来贴标签的人 我必须很坦白讲 外观贴标签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定会的 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 经验上的累积 就是你会发现 通常可能这样子打扮的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但我自己想分享一个 看法事情是 我举个例子 就是好比说 我可能今天去 某些场合的时候 可能 王七世有一次要去 去买衣服还是什么 他就问我说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就说你猜 他说你是艺人吗 所以就是说 对我来讲 一个光头 然后戴耳环 它不是一个律师的样子 所以大家就会给我 这个标签就是 你好像不是这个职业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 但我觉得 柴依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当这个社会上 都在对外表贴标签的时候 不论他们是故意的 不论他们是不小心的 不论他就是一个 累积而成的 你如果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去挑战这件事情 你故意去用那种 被贴的标签的样子 活出你 活出你自己心的样子 去 重新去把这个标签 取得权势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在台湾 我觉得很多人光头 都是因为他秃头的关系 我就是要来抢这个权势权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没有秃头 我执玩法了 我不是秃头 但我也可以光头 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就是去 我想跟大家讲说 光头没有关系 光头是很棒的 不要因为你今天决定 光头你就一定是怎么样 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观众来跟我回馈 是说 他们感谢我 底光头这件事情 让他们或许 秃头的人也勇敢去替光头 对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我们就勇敢面对这件事情 大家一起做 我们去突破这个标签 所以我希望采一 你说我会不会贴标签 我会 我一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一定有些人打扮着 我不喜欢的样子 好 我就是觉得他打扮着不好看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怎么样的人 但不一定 他一定不一定是这样的人 所以最好的方式认识他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样不好 那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对于这个标签的话语权 我们重新 争夺这个话语权 重新诠释这件事情 好 感谢采一 好 有一个杨恩 杨华 我还是杨华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位姐姐 我们在这个大港应该见过两次 去年跟今年都见过 也很感谢 你每次都有来跟我们打招呼 他说 宝岛少年兄那一集 他说这一集太好笑 陈信聪那段害我喝水呛到了 转角听了两年 居然才认识新的七号 对 我觉得宝岛少年兄这集 真的非常非常好笑 对 因为我们在讲说 假设陈信聪老师来主持 一个色情节目的话 什么 有话好说 然后七号就说什么 有爱好做 对 那宝岛少年兄是有宜兰跟七号 两个人主持的节目 非常非常好笑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Podcast 那七号 有另外一个节目叫 转角国际 它是用非常震惊的态度 来跟大家讲国际新闻 那跟宝岛少年兄上的形象 就有点不太一样 非常有趣 好 希望大家可以听 好 那我们回到 Apple Podcast的这个留言 好 因为上次只讲到一半 所以这一集有很多留言 我要一个一个讲 他说 我是潘也是20岁开始的高敏男 从台通那集认识 你觉得你真的很棒 你对法线的态度帮助我很多 想问你我们台湾自由吗 若自由的 为什么我们想死 却不能选择死亡呢 为什么安乐死还不在台湾上路呢 我是还没有要死啦 我还是要继续听若一不决 赞 这个态度就对了 我觉得台湾人是自由的 只是 你讲了安乐死这个议题 那台湾确实就是还没合法 因为安乐死可能要有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配套措施 我举个例子 在我以前打边论比赛的时候 最常讲的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死的自由啊 你自杀也可以死啊 但是有没有让别人有尊严这件事情 但是设有尊严死亡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条件 我们当然是无条件 让所有人都有机会 有尊严的死亡 还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设下一些 条件门槛 好比说你可能必须 生命必须受到什么样子的 疾病的对待的状况 可能的状况 你才能去安乐死 我觉得是蛮值得思考的事情 所以对台湾还没有安乐死 但我觉得安乐死这件事情 蛮值得大家再去做更深入的分析 这样子 好下一个留言 喜欢若一直白的表达方式 退党偶尔选人奈及 另外生活当中许多人立场模糊 语意不清听了几集 觉得很畅快 感谢若一的分享 感谢 对就是我对我的政治立场 我就是交代很清楚 我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觉得交代立场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通常不喜欢 交代自己立场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我的立场不够完美 所以我觉得讲出来 会被大家攻击我的不完美 No 错到不行 没有一个立场是完美的 你要正视你那个立场的缺点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立场是什么 立场就是 我为什么挑这件事情 我知道他不好 但为什么我要 这不就跟爱人一样吗 你今天会喜欢一个人 爱人在一起 你知道一定有缺点 你知道一定有很多缺点 但为什么 在他知道这些缺点状况底下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 你还愿意爱他 因为还有更好的东西 因为他更好的东西 是你更想要的 一样 对政治人物就是这样的态度 对政治就应该这样的态度 你要问自己 好 在街头擦身而过 因为法白认识了若一 觉得又聪明又帅气又很想法 好OK 非常感谢 腾腾吹 很害羞 观点也很独特 那也非常心里非常喜欢 那若一不绝 很好听 每集都很赞 五星是必须的啦 进入正题 10月2号 中午公司休息去买午餐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戴口罩的你 从对面走来 背着应该是羽毛球拍 当下脑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怎么办 好想合照 但会不会打扰 但如果被拒绝应该很伤心吧 好想跟他说我是粉丝 希望他继续加油 要不要 好多念头在短短的几秒钟 万马奔腾 但我的双神坚定不移的看着你 当下看到你的瞬间时 我有脱口而出 是若一亚 我的同事应该有时候跟随的我 目光移动 你应该要感受到炙热的目光吧 竟然看了我一眼 真的是一眼一瞬间 虽然后来无论同事怎么怂恿我 还是没有勇气回头 但这一眼已经足够了 对了地点是某个地方 好 我可能不太能方便把这个地方念出来 大约中午12点半 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遇到若一 我会有勇气询问 如果不打扰的话 方不方便合照 希望若一不绝顺利 出导500集 支持支持支持 好想跟这个观众讲 你当天看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仔细听到你叫我 但是你看我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地点 我觉得你好像多看我一眼 毕竟是个高明感人 所以你多看我 我大概知道 但是我想说可能 你只是认出 但是你可能不一定要怎么样 那我也没有特别去怎么样 这样子 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好 如果你在路上真的看到我 毕竟干 我就这个臭光头 所以很容易被认出来 我跟大家讲 你不管在哪边看到我 如果想跟我打招呼 或者想跟我合照 我非常非常欢迎 你只要来跟我讲 我一定不会拒绝 对 就大家 我先跟大家讲 我不会觉得 这么轻易的被打扰 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干 我还没有有名 要那种程度嘛 就是 所以大家来找我合照 我觉得一定是开心的 你到被认出来 一定是开心的 因为表示说 这种肯定 所以 大家就是 可以来跟我拍照 这是没有关系的 好 就是 因为 我跟你讲 好 有的时候是在捷运上 我知道可能有人认出我来 可是他一偷拍我 我反而觉得 你与其偷拍我 你不如就直接来跟我合照 OK 这是OK的 这是没问题的 千万不要担心 好 那我知道我那天 有看到你 那 非常感谢 对我的喜爱 我非常非常开心 那 希望有机会 在路上碰到的时候 可以也跟我打招呼 这是真的没有问题的 合照 要聊天都可以 只要我不赶时间 或是我刚好没有什么其他 特别是要做的话 非常欢迎这件事情 好 那希望我们下一次 有机会在街头擦身而过 好 曾经 下一个留言 曾经踏入国考 发现若一就是陆不原的若榜生 自己曾经也出国当过移工 发现很多不同国家的同事 大家亲切而不会因为不同国籍 对彼此有所歧视 希望平等的来看待台湾工作的移工 那也希望有国籍阶级意识的人 有机会可以出国看看世界的面貌 你就会发现在你眼中 国籍等级低的人 他们就是脚踏实际的工作 其实并没有比你低等 很喜欢你说各种台湾政治的故事 希望更多这类的分享 谢谢 好 感谢你 然后对 我就是陆柏妍 若一就是陆柏妍 陆柏妍就是若一 这是我在补习班的艺名 那对 台湾政治故事很少 很久没说了 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 有一个叫做高敏路人 在海海的Podcast批乏当中 发现了这个曙光 我不知道这个曙光是指 这个 是头顶的光特别的亮吗 好 感谢你的喜欢 开玩笑的 好 若一很勾追 若一还用翻译播放太可爱的笑出来 对 因为我英文不好嘛 所以我一定要做这样 我很怕念错 我很怕念错 好 那 跟若一 是大学认识的朋友 若一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真诚 真实 能够透过Podcast的方式 远远关心 好 很开心 我一定会一直 听下去 好 好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谢谢 好 这个同学 因为我不好意思 我现在说FIRSTORY的 但所以我不知道 我可能看不到大家的 名字这样子 但是 我猜你应该是 这个 Angela 所以 安吉安吉 好 所以 很谢谢你留言 那我跟大家讲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听个Podcast节目 叫私职日记 私职日记 私职日记是三个小杂伯 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那私联就是有的时候会写 私联日记 私职日记 私职日记是职场的职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要听三个小杂伯 一起聊聊职场的生活的话 那私职日记 私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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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身而交 知道吗 会 我跟你讲 超级会 从小就会 就是有一种就是 OK 如果今天没有人要帮我亲身 Find 那很OK 那也非常非常OK 我完全不介意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大家要办 那到底是要办还是不办 我就会很害怕这件事情 是 那到底要吗 好 要就办 那就定下来 我自己不会主动办 那你们要帮我办就办 那不要的话也没关系 就不要办 就很怕就是 办与不办之间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对 我跟大家讲 我生日 我是不会办生日趴的 我生日那一天 通常的仪式就是 我会跟我最爱的人 通常就是我的伴侣 一起吃饭 这就是我习惯的事情 就是 不太会主动就有种趴 所以 通常都是 就是我通常 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跟我自己的伴侣过 通常都是这样子 就是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模式这样子 那如果朋友帮我办 那 fine ok 我也很开心 对 像去年 很感谢 我有个朋友帮我办 我觉得台通的这个 无学展 就帮我办了 然后就在 在 在私地这边玩了 很好玩的 维基百科的游戏 非常非常nerv 就非常非常适合我玩 非常好玩 我就超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 他知道我的生日趴 要怎么样办一个 络艺的生日趴 对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就很赞这样子 好 希望你可以慢慢解决这件事情 好 静达 有碰到静达了 好 那静达就是 从发白认识洛益 从现场活动 接触到洛益 从pockets听到洛益 我不要这么念过 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就是可以认识到 我这个人 那 述说 怎么这一代 青壮年人 不上不下 那 最重要是静达 他说 希望大家可以听洛益不绝 那希望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该充斥的时候 体谅一下 那残破不堪的身体 洛益不绝 赞赞 谢谢静达 静达每次都非常非常暖 暖意了 非常非常谢谢静达 那对我身体 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 我也想办法休息的 不要担心 好 那 有一个一颗心 不要自以为 懂法律 就能诠释全世界 并没有 并没有 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 所以我懂了法律 就诠释全世界 真的没有 我通常诠释的事情 是我可能读过的 或我相信的 好 感谢你 还是给我一颗心 好 我也是infj 洛益说 计划被打乱 很烦躁的原因 就是j的原因 对 喜欢照着这个 对真的 真的 我就是一个很怕 很怕很怕 气怀被打乱的人 好 有个卢州龙翔 如果你想 想知道 为什么不支持台湾内阁字 我看人家解释不太懂 内阁字 跟总统字差别 在权力小一点吗 但这种小差吗 好 感谢卢州龙翔 我记得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留言了 但但是我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东西 你问的这个议题 他可能在法 比较适合在法科电台 对 毕竟我两个节目 所以我还是会在法科电台 去讨论政治的事情 所以这问题 我应该在法科电台有讨论 那非常欢迎 卢州龙翔 去法科电台 你去听 我记得我讲 对 比较不是在总统权力小一点 而是说 我觉得内阁字跟总统字 没有绝对的好或坏 只是说 他适不适合台湾 以及我们的选制 有没有想清楚 而不应该只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改革 很常会觉得 我讲出一个不一样制度就是好 其实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 对 所以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去听法科电台 这样子 好 很喜欢有来宾的两集 感谢 好 来宾最近 我访了非常非常多的导演 我觉得是很棒 三个风格都完全不一样 好 有个下想问 最近在学习什么当业务 前辈说唯一的帖子 就是不要谈政治 我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要我去配合对方 就算是演戏 我也觉得很别扭 该怎么调试呢 不知道 就只能忍 就只能忍 当然因为我的场域 比较少碰到的就是 要忍耐政治立场的 但我觉得也真的只能忍 就真的只能忍这样子 对 就尽量不要 我可以理解很多地方 真的不适合谈论政治 这就必须要忍耐 好 深受启发 最近两集访 如果朱又勋跟叶浩老师 都好精彩 好喜欢 我也真的非常喜欢 又勋真的非常非常会谈 第一次听 谢谢你邀请了叶浩 为知识台独 在高中时有听到 台湾的民主化 没有留学是很难得的 但我却从来没有想过 从上而下推动民主 是有代价的 算是有点出不懂了 就为什么 有些人那么奇怪 命运身处在民主台湾 却常常怀念两奖时代 好 我先跟你讲 你这种留言 就是我最 我还很感动 就是 我必须坦白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是一个律师 但我没有去做律师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讲 还是有点疙瘩的 就是 我看到我朋友 全部都在当律师 然后都因为当了律师 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这样子 你问我内心 我会不会羡慕 我会 我当然会羡慕 但我会觉得 我很在乎那些议题 我好想跟大家沟通 不是这个样子 大家要知道事实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好 那我就是 我就是要做我现在的工作 我可以到处演讲 我可以录podcast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认为对的事情 像你这种留言 我觉得他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资深下去的 对 就是你看 你知道台湾民主化 是没有流血的 但是你没有想过 原来由上而下 他可能牺牲的 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等等之类的 你现在因为听了这个节目 知道 你知道对我来讲 我就会觉得 干 我觉得我 这个节目就有价值了 我觉得就有价值了 我觉得只要让三个人 五个人 理解这件事情 他因为理解这件事情 他就多读了一些事情 他更知道现实 而不要成为我们 讨厌那个大人 先日为主 看待所有事情 但我就觉得值得了 我就真的觉得值得了 很谢谢你 非常非常谢谢你 下一个留言 瑞翼讲得好好听 我常常觉得 讲到死刑议题 虽然我是支持死刑的 但我也问了澳洲朋友 澳洲是没有死刑的 那要怎么让被害人家属安心呢 他们说澳洲的法律会重判 绝无假释 观好观满 那这样家属可以接受 我也觉得这是台湾很好的参考 对我也觉得 就是不要假释的终身监计 这或许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就是他实行的部分 好 朱佑勋这群很精彩 感谢好节目 已经加入团购以电了 感谢 再下一个留言 连续三集的访问的组合全 把我击溃了 薛清风11号朱佑勋 这三集访问的非常非常过瘾 洛伊的访问节奏超棒的 谢谢 而且最喜欢的洛伊 不愧是律师专业 不论在访问题目 或者是诉说事件的时候 用字潜持非常精确 让我听得超爽 很过瘾 谢谢 那还有洛伊很贴心的 在访问的时候 受访者的个人经验跟分享时 也常常会融入一些 自己感性跟部分幽默的部分 那这个是洛伊的 客制化访问术 非常厉害 那在访问薛清风 勇敢的时候的时刻 洛伊又日常发挥了 当下的法律年代 解研后的年代 法律刚取消 年份1993 我忘了 洛伊立马就说出 薛律师正在吉普社宣讲的年代 大概是哪一年 超帅的啦 好 这边打扎一下 对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个人体编年史 就是我对年份这件事 就是每一个世界 它对应到的年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就很容易记得很熟 我很擅长这件事情 好 非常非常擅长 这件事情 好 我分享一个经验就是 反正有一次我跟一个 很漂亮的女生约会的时候 她就说那你那么擅长 记年份 那我还出一题考考你 然后她就说那新党什么时候 成立的 我就跟大家讲 当下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答案 可是我就是大概知道 用推的 因为我知道1994年 赵绍康代表台北市场选举 所以新党不可能是1994年的 那我知道1992年 是中华民国在台风机 第一次立委改选 我记得好像没有新党 立法委员当选 所以应该是1993 所以我最后就知道 那是1993 然后就答对了 就好险没有在约会的 这个人面前 这个落魁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人体编年史 对 我很 天生就容易记得这件事情 好 那 大家说最后要强调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这三集的听我的听感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三集 不论是在受访者的 个人成长背景 或法律相关议题 台湾近代的政治史 每次落魅要发问时机 或好奇追问的时候 每一次都刚好是我正想要发问问题 太精准了 哈哈哈哈 那落魅我在FestNordory那边 donate你哦 感谢 非常谢谢 好 那 就是 很谢谢你对我这个成长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 对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 你知道就是 人就是还是需要被鼓励的 就是即便你可能就是大家很常称赞 但是那个称赞还是很重要的 好 下一个留言 叶浩 感谢若毅 访问叶浩教授很精彩 台湾的教育对政治哲学训练非常非常不足 民主观念的价值也并没有深根 公民一刻应该往这方面编修 期待未来再进步 没错 好 再来EP11 12 超级喜欢这两节来宾 本来就很喜欢朱又勋老师 每一次听朱又勋讲话都会如痴如醉 偷偷补充 高中历史有交台湾的新旧学论站 不过第一次听到这么精彩的讲解 可以上课补充 因为若一才知道叶浩老师 叶浩老师的人生 非常的心力很辛苦 却能拥有如此深刻的人生体验 跟哲学神学 超级敬佩 立刻追踪叶浩老师 现在中学里面有历史教学学会 我也是在推广英国的历史教学 有别于以往的历史知识传授 我也是深受大学教授影响 他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他颠覆我对历史教学的想象 我们真的会拿课本的文本来挑战学生 但是有时进度会崩溃 很棒 我觉得就是要挑战学生 或是学生挑战老师 这样才有趣 这才会进步 好有一个留言 谢谢 很喜欢这种深度讨论的议题 听完觉得很充实 感谢了 超棒的四面节目 真的太棒 有理念节目 麻烦用力经营下去 无心吹捧 谢谢 好还有一个叫 若一好帅 很喜欢若一语调当中自信 超快的语调 有种迷人的气质 从声音当中会得到很多不同的观点 让第一名人了解高明人的感受 能够比较身旁高明朋友 一些行为怎么回事 谢谢若一分享 感谢 这就是我的目的了 高明人来报道 郭若一的口条清新 声音好听 一听就听不下来 尤其是听到高明那几天 哪边听边哭的 好险在骑车没有人听到 有几集大家说听到哭 我真的是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回响 高明人的心思很细腻又很敏感 容易受到他人情绪影响 这个特质 之前才觉得自己抗压性不足 因为一些原因去看了身心科 到今年才知道自己是高明人 我都快不获之年了 那还剩了三个宝贝女儿 总之现在找到原因了 高明人真的是非常需要 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算是停止接受他人情绪的方法吧 一个人看电影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逛街 真的赞 一个人 真的很棒 很多人也很棒 他都很棒 只是不同时间 不同情绪 不同需求 会有不同的选项 有一个 七七 他有 这个donate我100块 说若一也是备考人的 一线曙光 法科电台赞赞 法科电台真的赞赞 好 感谢 感谢 好 感谢 好 这个念完了 就是 直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对主持 公式节目的一些想法 那 还有把一些留言 念完 那接下来 还是我有蛮多的访谈的 好 那 这是 我还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希望了解议题的话 就听法科电台 那我这边访谈就会希望说 我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写了书 他可能做了某个议题 但他为什么 why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发生什么事情 他才会想做 我觉得这是我这边的访谈 比较想要建构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这边 就是我还是会固定的单口 这是一定会的 那因为访谈可能没到那么多 只是最近突然很多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一直继续支持 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选举快要到了 那 我当然不喜欢说每一场选举对台湾 都有什么生存之战 但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 我们受到邻国很大的威胁 那 我觉得当时我们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 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觉得选举它就是一个手段 所以你要偷给谁 要想清楚 你要偷给哪个立委 你也要想清楚 你要偷给哪个政党 你也要想清楚 那 你要第一件事情 那你在乎什么议题 你的价值排序是什么 你先决定好 你接下来才可以审慎这些政治任务 能复合到你的价值排序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A政党和B政党 如果两个政党 可能他们的在乎的议题 可能没有插到这么多 可以插得顺序 他们是ABCDE 他才是EBCEO 所以你要问你 第一个是什么 因为这两个政党都在乎ABCDE 可是顺序是一道 那你在乎的是A还是B 你的选项是选顺序 那就不是阳南还是阳草 只要问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在乎是什么 你的选项是什么 你的排序是什么 柔衣不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